那好 说到这儿有人就说了 这青铜器这为什么是黑的 这个是黑的 上面这些都是绿的呢 这是一个收藏穴里边这个概念 这种绿的颜色没退的 这叫升坑青铜器 这个退了色的呢 有可能是人为的叫熟坑 这是典型的熟坑 什么叫典型的熟坑呢 你看有包浆 这叫黑漆鼓 这包浆是怎么来的呢 我喜欢升坑青铜器 戴这种绿袖子 有人不喜欢有绿袖 怎么办呢 有些玩收藏的人 就拿到这个青铜的东西之后 找一个布袋子 不是用纱纸膜 放上桑树叶 你背着啊 天天在街上走 一年以后出来的 就是这种黑漆鼓的颜色了 这叫熟坑 升坑和熟坑 是这么来区别的 这是审美的不同 这就和写实写意的审美 不一样的时候 咱们中国人自己 也有自己审美的不同 但是呢 有一种比较恶心的方式 是什么呢 就是这种看见没有 做了什么事 是不是把青铜原色 给露出来了 把我们古香古色的绿袖 全部敲掉了 我觉得这就差到我心口一把刀 但是人家 欧洲人就喜欢这样 这就我们文化之间的差异 而且这肯定是一个 新来的 弄青铜器的新手 它对欧洲文化的了解 是这样 好处是什么呢 能让你知道青铜 原来是什么事儿的了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